受持八观灾戒,让在家众也能长养出世善根 八观灾戒是佛陀为了在家信众有机会学习出家的生活 借以长养出世的善根,种植出世的正因,而特别开设的方便法门 八观灾戒其实就是让在家信徒学习出家的生活戒律 所以五戒是一切戒律的基础 但是为什么居士还要来受八观灾戒呢? 他跟五戒有什么不同? 基本上不同点不是很多,但是在五戒里面叫不邪淫 可是在八观灾里面叫不淫了 就是夫妻之间那个正因也不允许 就是在受戒期间完全的断这个淫欲了 另外有三条戒,它是能来规划我们的身心 让我们不放异的 那其实在佛制的时候,佛就传八观灾戒了 八观灾戒真正的意义就是要让在家人习惯过出家人的生活 受持八观灾戒可以关闭八恶,不起诸过 可以其断诸恶,聚修众善,防止身口意、善业的恶行 并由此关口同向出家之道 关闭生死流转之门 所以八观灾戒是蓄向善道的庙门 也是弃路佛道的捷径 史方新闻,各位文许建议,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